這個嗎? 放過這個嗎? 放在這裡,我沒有阻礙別人 不要阻礙別人 不好意思啊 你算了,你再這樣吧,不要那麼辛苦 OK 這個,又有些東西可以寫 好 嘩,你飄了眼水 很可愛的,Alice是非常喜歡笑的 好,準備一下 準備 各位傳媒,我們工聯會就著 元朗西鐵站的橋等沉降事件 回應一些情況 我們在傳媒得色,即是 元朗西鐵站有兩個橋等出現 明顯的沉降多特20mm 更加之嚴重的是,原來這個沉降 不是今天發生,不是去年發生 是2012至13年度 已經發生的問題 雖然當時港鐵 已經和附近的地盤 即是一個 Gran Yoho 即是新地的地盤 通知了他們停止工程 但是我們都發覺在整件事裏面 港鐵的處理是非常差 第一,就是沒有開城布公 沒有將這件事有通報的機制 通報給政府聽,通報給議會聽 通報給公眾聽 直到傳媒踢爆 我們才知道 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個問題 前後五年 去到2017年的十月 才開始有補救的工程呢? 中間為什麼擔誤了四五年的呢? 港鐵的管理層 是不是有些人擔誤失職的嫌疑呢? 新龍基的說法就是 希望盡快恢復他們的工程 所以就不介意先付錢 但實際我們覺得 港鐵在這件事上 未盡最大的全力去釐清沉降的責任 去盡快開展補救工程 我們覺得在安全的最大原則的情況下 就算是發展商 即是新地沒有承擔責任 或者是在成本的負擔以前 其實港鐵都應該 在安全的原則之下 做了一個補救工程先 而且之後才從法律的途徑 去追回新地相關的費用 或者進行相關的索償 而不是不停協商 談談談談談談談 搞四五年 沉降都擺在那裏 有它 都不就補救的工程措施 這個是最令到我們看到 港鐵在處的事件上 是失職和不盡責 一系列的工程的失誤 包括早前的偷工減這個事件 已經是令到公眾 對港鐵在工程的監管上 信心是大打折扣的 我們希望未來的港鐵 都會進行內部檢討也好 政府的獨立調查也好 這些問題都必須要納入 一個檢討的機制上面 我們希望港鐵進一步 就著這次的沉降事件 要披露第一 沉降的原因 除了旁邊有個新樓盤的原因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因素呢 包括地質的因素 有沒有包括其原先的設計 和建築的時候結構的因素 等等 在他發現有問題 即是最初發現10mm到20mm 因為境界線了 13年去到17年 這四年多的過程 有沒有嚴重了呢 會不會去到25、30 這些更危險的程度呢 我想這一方面 港鐵都必須向公眾交代 我們最後都是覺得 港鐵必須去到元朗區議會 和去到立法會 就著這個喬等的沉降事件 進行進一步的交代 我想大家都看到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港鐵接連發生的事件 這個過然就是他們在工程上的監督問題 而最重要的就是 在出事之後 他們究竟是不知道 還是刻意向公眾隱瞞 特別好像沉降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出現了幾年 他們又不是不知道的 那為什麼都不向公眾去解釋 或者早點去披露 每一次都是要被人踢爆 然後才會有些擠牙膏式的新聞 或者消息去公佈 這個我們覺得是絕對不理想的 這個已經是超越了 就說他們是未能夠專業監管 這個工程的問題 現在重要的是他們的誠信問題 特別是對公眾是否負責任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政府如果要去處理的話 不僅要處理他們在工程上面的監督 更加重要的是要處理 就是港鐵這種 自己他說OK就OK那種態度 一定要他們向社會 向市民 要開成報公 如果再沒有採用 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應該是及早說給市民聽 而今次發生的事 也必須盡快把全面的事情披露 我們很討厭 你看到這次人的事件 是在香港下方的事件 是相關於各種事情披露 以及各種事情披露 我們的官員 以及各種事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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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種事件 的確質疑 在這個情況下,這已經發生了幾個年 他們嘗試避免所有事情從民眾 我覺得MTLC真的需要檢測他們的態度 在避免所有的事件 如何報告到政府 和社會負責責任 謝謝 好,謝謝